我们来谈谈上板 这个是石湖栏把它绑到板子上去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直接绑上去的方法 不过我觉得状况非常不好 你可以看它的根系全部都锁在里面 有没有它根系完全没有跑出来 这个已经绑上去一段时间 你看它心芽都长出来了 那这一类型的其实你会发现 它如果是这样整个把它拆下来 直接绑上去就会出现这个很奇妙的状况 所以它根部一直维持在这里 它不会跑出来 也不会上到板子上去 所以我建议通常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外面的水草把它包起来 增加它的湿度 它的根就会跑出来 那如果外面没有湿度的话 它就维持在这个原本的状态下 毕竟根有那个向水性 所以里头比较湿 外面比较干 它就不想要跑外面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方式就是外面包水草 包多一点水草 让它的根诱导到外层来 第二个方式呢 就是把这个整个进水 把它的根系拆开 拆开以后呢 它根系就会被展开来 那展开来的时候 就是注意不要伤到根 虽然比较难一些些 但是尽量少伤到根 那这时候根就会上 你可以把它铺平 把它铺到板子上去 很有趣的哦 如果你把它铺平 铺到板子上去 它根就会上到板子上去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根就这样 缠成一块的 这个原本是在盆子的 这是一颗那个虫存石壶 买回来一段时间的 买回来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有了 你看新芽都长出来了 但是它的根系就是放不上去 所以呢 基本上我都会建议说 如果你你要上板的话 就两个状况 一个呢 就是把它摊平 把它铺平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外面这个 如果你要用这样子上去的话 外面通常要加水草 或者是你的环境湿度要比较湿 这个两个重点之一 那如果你环境湿度不够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根系是永远长不开 它就这样子攀在上面 基本上也不太会动 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状况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点 就是它这个水草啊 不太吸水 因为这种团状的这个水草 因为它压得很扎实 这种压着很扎实的水草呢 它水分进不太去 所以你在怎么浇 它都很干 所以是蛮常会出现到时候 缺水的现象 所以呢 基本上我不太意这样直接绑上去 这只是那时候绑上去 这样来试试看而已 那基本上我都会建议说 进水把它摊开来绑上去 或者外面水草覆盖上去 让它外面的水草多一些些 增加它那个外层的湿度 你外层湿度不够的话 它就是长成这样子 几乎基本上就是停滞的生长 因为根系一点点都没有动 基本上也不会跑出来 那这个新芽理论上长了以后 就会长根系也没有出现 那现在是秋天 其实是最好长根系的时候 所以呢 如果要动手的话 应该现在就可以准备要动手了 现在是最好的状态下 那这个虫存呢 如果你这样种的话 很容易 如果你的环境湿度不够的话 就很容易过干 就会湿水 因为它这个 这种团状的水草啊 不太吸水 基本上就是水分浇过去以后 除非你浇了好几次 或是拿去进水 比较有机会 那如果你只是浇过去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还是会是用 它还是完全是干的 基本上就 基本上不吸水的状态 比较多一些些啦 所以呢 如果要做的话呢 就是把它展开来 那展开来基本上 像我是暴力展开来的方式 我会用 有人说尽量不要伤根嘛 我也是觉得尽量不要伤根 但是我还是会让它根部受伤 因为 就是把它摊平 摊平的动作下呢 你多多少少都还是会伤到根部 那减少到 这样减少伤到根部 是比较好的状态啦 那不过 因为你伤到根部以后 它就要重长 就要花时间 就要花养分 那所以尽量减少伤到它的根部 是最大的基础 那等一下我把它拆下来呢 然后把它进水 然后重新的上板 外面加一些水草 让它的湿度增加 这个湿度太干呢 会造成它的成长湿度会变缓慢 所以呢 基本上我都会建议说 把它展开来 或者是外面加水草 两个选择 那外面加水草 你看如果这个空间 要加水草就非常的多 那你把它摊平就会比较少 所以就是自己 可以自己做选择啦 看你要用哪一种方式 不过这样直接绑上去是最不好的 就是保释它会太干 除非你的环境真的是很湿 像我在之前跟人家买 另外一个石湖篮的时候 有些人寄过来 在它原子里头 就是用这样子绑到 舌木板上去 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是在原子 它原子的潮湿度 跟我们在阳台族的潮湿度 不太一样 阳台族呢 就是非常的干燥 所以它的那个环境湿度 不够的状态下 它的根就永远打不出来 它就会呈现一个 永远是这样的状态 好 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这个是虫存 虫存石斧 有些个体很会长 像这个就有羔羊 有没有 不过你看它的叶子 有点缺水 就是表示它的那个 这个浇水都浇不够 再怎么浇 它都太干 因为这个水进不去 团状的这种水草 最主要就是因为 它们已经 压很扎实 它们在出来之前 会压得很扎实 在重新的时候压很扎实 为什么要压扎实 它们的讲法是说 你压扎实 它水分比较不会残留这么多 通常胡电案也是一样 它们会把它压得很扎实 那这个 这个就它们在习惯处理 如果你压得松松散散的 你会发现 很容易烂根 这个是经验坛 就是它们来源 久而久之下来的经验坛 就是这样子 所以里面都会压得 非常的非常的扎实 那这种非常扎实的状况下 你看里头的水 其实会进不去 就算你浇 那个水 其实就会 只有在表层 完全进不到深处里头去 除非拿去泡水 但是不可能吗 每天都拿去泡水 所以这个的浇水的状况一定非常非常不佳 就是它的水分没办法像这样子 这样这个是浇过去以后水分就湿的 湿的就是残留在上面 那这个浇过去以后它还是干的 只有表层是湿的 那这种表层是湿的呢 状况就会变成说 它没办法去保留水分保留太久的时间 那蝴蝶兰或者是蝴蓝 它其实在附生植物上面的时候 它是雾灵带 所以其实它还是需要在根部有比较高湿度的地方 那你太常在没有高湿度 你看它叶子会有一点点那种缺水缺水的感觉 所以呢 尽量还是维持在湿度比较高的地方 会比较好一些些 那当然上板以后 你高薪要怎么浇就怎么浇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呢 就算这样子好了 就算这样子是湿的 因为我早上才刚浇过水 湿的也没关系 过一阵它就干了 你再浇第二次也没关系 因为它的根其实就是裸落在空气中 植物的根其实不是怕水 是怕一直没有空气 它的呼吸作用会出问题 因为植物的根还是要呼吸的 它靠空气中的氧气去做呼吸 那当你根部都长期浸在水中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就是酒精 那那些酒精就会造成根部的死亡 所以烂根主要的原因还是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 这个很大盆 这个可能有六七五四五十支以上 非常非常大盆 所以理论上开起来花 应该会非常的壮观 这个有分成那种长的个体 跟小的个体 这个是长的个体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